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呢 不但是释迦牟尼佛 我们在《无量寿经》 在《阿弥陀经》看到 受访一切祝福来 都劝人念阿弥陀佛 这什么意思 如果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正搞清楚了 你就晓得一切祝福 为什么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问题是大问题 不是小问题 诸位在《大陈经》里面 有没有读到 《大陈经》里面就有 《八十八佛》里面说 罚戒葬身阿弥陀佛 这个意思就说明了 阿弥陀佛是 罚戒一切祝福本明 这一切祝福的名号 是他的别号 阿弥陀佛是他的本明 谁叫罚戒葬身 阿弥陀佛是翻文英语过来的 如果我把它一次翻出来 实在讲并没有困难 阿翻作名 阿弥陀佛翻作量 佛翻作智 翻作觉 无量智 无量觉 你们想想哪一张佛不是无量智 不是无量觉呢 不是佛佛到头吗 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四方三世》 所有一切祝福 统统都念到了 不要一个一个念 念其他的名号 是念别名 念这个事是念本明 本明不念啊 别名啊 千别万万 随到《四方三世》 《四方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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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说得很清楚啊 就从这一上讲啊 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是 《四方三世》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是 能弃能力 真心 四心 满平 专台的名号 释迦牟尼佛 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 阿弥陀佛呢 在一切诸佛之争 是光正极正 福正之亡啊 没有一证佛 不敬仰阿弥陀佛 没有一证佛 不推崇阿弥陀佛 没有一证佛 不敬仰阿弥陀佛的供者 像我们本次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讲《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经》 都是赞看 阿弥陀佛的供道 劝我们 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 没有说 你们念祂的名号 永远住在苏婆世界 没有啊 所以没有这样教我们呢 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明了这个意思啊 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 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这是欧耶大师在要节里 给我们说明的 释迦牟尼佛要不念阿弥陀佛 他也成不了佛 你再想想看 这个法门 那真正是不可思议了 不但是释迦牟尼佛 念阿弥陀佛成佛 释迦牟尼佛一切诸佛 都是念阿弥陀佛成佛 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 弥陀佛是法界葬身 故一念一切念 念一佛就是念一切佛 这是一切诸佛 为什么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道理就在此 因为你念阿弥陀佛 就是把摄方三世一切诸佛 统统念到的 一尊佛都没有漏掉啊 极乐世界是法界葬土 所以一生即一切生啊 这也是舍方一切诸佛 为什么劝我们求生净土 诸位啊 细细地去提救无量手心 你对于这个四十真相 才能够彻底明了通达 然后你才会死心他地 就支持名号求生净土 所以身极乐意图就是身一切诸佛国土 所以一切诸佛无不以此劝导一切众生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一切诸佛都念的 一切诸佛都赞叹的 所以诸佛名号就是阿弥陀佛 你得晓得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要相信本次释迦牧尼佛在这里苦口婆心 劝告我们 要信舍方三世一切诸佛在这里劝告我们 所以信这个法门不是信一尊佛说 而是信一切诸佛所说 你不但是释迦牧尼佛的好学生 你是释放三世一切诸佛的好学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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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